来看到了雪山隧道 全世界第五场 一进了这个隧道 要在里面开这么久啊 如果发生了火烧车的事件呢 这个开通以来 已经有六起发生了 结果呢 第一个时间 要怎么样的扑灭 这当然非常的重要 现在立委却提报说 负责雪山隧道 维护这个消防安全的 竟然是外包 给一家园艺公司 而这一家公司呢 当初征选员工的时候 只要国中毕业就好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根本不需要 具备任何消防的专业 上个月雪岁 才发生小货车烧车事件 造成车流严重回堵 但这可不是单一事件 全世界第五场 全长12.9公里的雪岁 开通四年 发生六起火烧车意外 但却被踢爆 负责维护消防安全的公司 大有问题 东南亚最长的 这个陆地的隧道 那消防工作 交给一个园艺公司 来做处理 那这样适当吗 立委质疑 园艺公司竟然为了得标 才紧急变更 盈利事业登记 专业性受质疑 而且当初上网 征求的员工条件 更宽松 像是需要30位 消防作业员 学历只要国中毕业 夸张的是 还不需要任何消防经历 高阶的消防领班 才需要有两年以上 消防经历 雪岁危险性 那当然是不在话下 那我们当然有个希望是说 从招信如果有更有经验的 可能在投入这方面的 救灾商会更适合 雪岁自卫队经费 三年七千两百九十八万 却交由园艺专业公司来负责 九十九年得标 一百零二年才可能换厂商 相关单位把关欠周延 消防专业受质疑的雪岁 民众恐怕还得再忍耐两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